末世基督座谈纪要 信神应首先看透世界邪恶潮流 有些年轻人虽然信神了 但就是喜欢玩电子游戏的恶习很难脱掉 游戏里的东西多数都是什么 暴力的东西特别多 游戏那是魔鬼的世界 多数人玩游戏时间长了都没正事了 不想上学了也不想工作了 也不想以后的前途了 更不想人生的事了 现在社会上的年轻人心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除了吃喝玩乐就是打游戏 他们嘴里说的心里想的都是些荒唐的事 非人类的事 思想里的那些东西已经不能用肮脏邪恶这两个词来形容了 都不是正常人性该有的都是非人类的荒唐事 你讲正常人性的事正常人性的话题 他听不进去不感兴趣不愿意听 还会反感你 他们与正常的人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共同的话题 他们的话题就是吃喝玩乐 心里都被世界潮流的东西充满了 那他们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他们还有未来吗 没有 这些人就废了 废了 这词挺恰当 废了是指什么说的 他们能不能从事正常人性该有的活动呢 这些人不好好学习 让他们出力干活 他们愿不愿意 不愿意 那他们心里会怎么想 干活有什么意思 干活多累 能得什么呀 除了累痛苦 啥也没有 还是打游戏好玩 这多轻松多痛快 往电脑前一坐 活在虚拟世界里 什么都有了 要是让他朝九晚五 按时守点的上班 他是什么感觉 他愿意守那个时间 受那个约束吗 人总打游戏 总玩电脑 时间长了 人的意志就没有了 人就颓废了 外邦人都喜欢随从潮流 都喜欢时尚 尤其是年轻人 多数还不务正业 不走正道 父母都管不了 学校老师也拿他们 没办法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都拿这个潮流 没有办法 魔鬼撒旦做那些事 就是勾引人 使人堕落的 人活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 对正常人性的一切生活 都不感兴趣 工作也没心思 学习也没心思 就总惦记打游戏 就像有一个东西 勾着似的 据科学研究部门说 玩游戏的人 一旦进入游戏 大脑就分泌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让人兴奋 甚至产生一些幻觉 人玩游戏就有瘾 总想玩 当无聊的时候 或者要做正事的时候 人就想用玩游戏来代替 玩游戏慢慢就成为 人生活的全部了 游戏就像毒品一样 人一旦玩上瘾了 就不容易戒掉 不容易走出来 就把人断送了 无论是年轻人 还是老年人 一旦染上这个恶习 就不容易改掉 有的小孩不睡觉 整夜整夜地玩游戏 家长也管不了 看不住 最后死在了电脑前 怎么死的呢 科学证实说是脑坏死 玩游戏玩死了 你们说 玩游戏这是正常人 该做的吗 如果这是正常人性的需要 是正道的话 那人怎么就戒不了呢 怎么能被他迷惑到 这个程度呢 这就证实了一个事实 玩游戏那不是好道 整天沉迷网络 上网浏览这个浏览那个 看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还有玩游戏 整天玩这些东西 只能让人玩物丧志 只能坑人害人 都不是正道 现在 不管是青年 少年 甚至有些中老年 也都在玩游戏 玩游戏的人 越来越多 虽然多数人都能意识到 这不是好现象 但都是身不由己 玩游戏这东西 把年轻一代都坑害了 的确坑害了不少人 游戏那些东西 都是怎么产生的 是不是来自撒旦呢 有些谬种说 游戏是现代科学 发达的一个象征 那是科学成果 这个解释怎么样 恶心 玩游戏那不是好道 不是正道啊 玩游戏 这不是仅仅随从社会潮流的事 连外邦人都说 玩物丧志 如果你连这点事都戒不了 都控制不住 那你这人就危险 现在的人 不管是年轻的 还是岁数大的 玩游戏吸毒 这是常见的事 整个世界都这样 不管你信神几年 如果你连玩游戏这事 都控制不住 那有一天 你觉得信神没意思 觉得无聊无趣的时候 你能不能像外邦人一样 开始吸毒 尝试各种兴奋剂 这可太危险了 别看你信神了 你没有根基 你没得着真理 你背叛神的危险 还是百分之百 说不定临到什么事 就栽倒了 这个邪恶的世界 试探太多 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勾引那些信神 却不追求真理的人 你如果不能常常地 吃喝神的话 心里大脑常常空白 那你这个人就很危险 你们心里空白的时间多不多 年轻人空白的时候多呀 这个问题不解决是很危险的 既然信神了 就应该多读读神的话 什么时候心里能接受一些真理 这就有转机了 就能脱离危险期 就能在教会中站立住 在神家 年轻人越来越多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不少 都是花季年龄 还没有确定人生目标 没有志向 不懂得什么叫人生 这些人都是什么表现呢 我有八个字送给你们 年少轻狂四六不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说说年少轻狂是怎么回事 你们能解释一下 什么是年少轻狂吗 这是一种什么性情 有什么表现 总觉得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自己想象的就是正确的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用一个字来形容这样的性情 就是狂 这是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的 一种代表性情 不管生活环境背景怎么样 不管哪个年代 活在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年少轻狂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不是对他们有偏见或者看不上 而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有一种性情 有一种性情在里面 就是特别狂妄 轻浮 傲慢 因为他们设事不深 明白人生的事太少 所以当他们刚接触到世界的一些事 接触人生的事的时候 就觉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看透了 我什么都知道了 大人说的话我能听懂 社会上流行的东西我也能够得上 现在手机发展多快呀 功能多复杂呀 我什么都会 不像你们这些岁数大的人 什么都不懂 老年人找他帮忙 他嘴里还说着 人老了 不中用了 连电脑都不会 活着还有啥劲呢 这叫什么 这就是年少轻狂的表现 年轻人记性好 接受新东西快 学会点东西 就瞧不起老年人 这就是败坏性情 这样的性情 是不是正常人性的性情呢 算不算正常人性的表现呢 不算 所以叫年少轻狂 为什么叫轻狂不叫狂妄呢 这就是年轻人特有的一种性情 知道点小事就飘起来了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就拿这个当资本了 人年轻的时候都这样 等年龄大一点 明白的事多了 经历人生的坎坷多了 就成熟稳重多了 就比较喜欢低调做人了 会点什么也不张扬 不会什么也不难过了 年轻人就特别张狂 会点什么就好显露 就飘飘然 有时候一激动 就感觉他超乎众人了 地球都容不下他了 恨不得到外星球待一会儿 这叫轻狂 年少轻狂的主要特点 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不知人活着需要什么 不知人生该走什么道路 不知活在什么处境里危险 人该做什么不知道 这就是人常说的 四六不懂 还不懂人事呢 在这个年龄段 人有这样轻狂的性情 就能流露出这些东西 有些年轻人 对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你说话不合他的意 他就不搭理你了 做父母的 也很难摸透年轻人的心理 一句话说得不对 孩子就摔盆打碗 气呼呼地走了 很难沟通 为什么现在父母管理 教育子女都觉得难呢 不是因为现在的父母 文化知识低 看不懂年轻人的心理 而是现在的年轻人 思想都怪异了 都喜欢世界潮流的东西 都被世界潮流俘虏了 都充当了撒旦的牺牲品 堕落得太快 很难觉悟 所以说 做父母的相当不容易 有些父母 为教育儿女 还特意学习 儿童心理学 现在的儿童 得自闭症 抑郁症 这些怪病的特别多 很难管理 面对这些问题 人没有路途 也解释不清 然后学校 社会那些知识分子 就发明出 叛逆心理 叛逆期 等等这些词来 过去那些年代 怎么没这些词呢 现在科学发达了 各种怪异的词汇 也产生了 这个人类 堕落得越来越深了 正常人性的东西 越来越少了 这是不是这个社会的 邪恶潮流造成的 所以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 现在能稳坐在这里 真诚可目地听我说话 听我这样跟你们交通 不是哪个人好 愿意选择追求真理这条路 这是神的恩待 是神没把你们交给世界 没把你们交给撒旦 你看现在社会上 那些年轻人 谁劝他们信神都不信 就是我跟他们说都没用 那些人只是年少轻狂的事吗 那都是什么人呢 如果没有良心理智 那就是畜生是魔鬼呀 你跟他说人话 他能听懂吗 现在不是难沟通的问题了 而是他根本就不听 你们今天能接受神的做工 能听懂神的话 能对真理的道感兴趣 这是神的恩待保守啊 所以你们现在得珍惜尽本分的机会 争取在这段时间里 把你们信神的根基牢牢地扎下 这样你们就安全了 就不容易被这个邪恶的潮流卷走了 人一旦被邪恶潮流抓住 就容易被邪恶潮流卷走 你一旦被邪恶潮流再次卷走 神还要你吗 不要了 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 不可能再要你了 神不要你 那你就危险了 什么事你都能做出来 年少轻狂这个词说完了 再说说四六不分这个词 四六不分这是土话 你们解释解释这个词的字面意思 就是不分好坏 自己认为好的就永远都是好的 自己认为坏的永远都是坏的 不管怎么跟他解释 他就是不听 就是不知好歹 没有分辨 从字面理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分好歹 不知道什么是正面事物 什么是反面事物 因为他年少轻狂 谁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就认为 别人说的都错 我说的就对 谁也别跟我说 我不听 我就死降 我错了 我也降到底 也要坚持 就带着一种这样的性情 四六不分 外表看 他说道理也一套一套的 说的比谁都清楚 比谁都明白 做事实 怎么就总犯魂呢 明知道这样是对的 就是不听 就认着自己的性子来 自己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叫认性 这叫荒唐 随从世界潮流的人都挺荒唐 他们喜欢跑酷 蹦极 喜欢各种极限运动 寻找刺激 这是不是荒唐啊 你们是不是也喜欢跑酷啊 之前也喜欢 为什么能喜欢呢 你不知道跑酷危险吗 你不知道那是玩命吗 人不是蜘蛛 也不是庇护 爬到墙上 肯定就得掉下来 人没有那个功能 这不是正常人性具备的 你们怎么还喜欢呢 就是那些东西 能给人带来一种眼目上 和心情上的刺激 所以人就都向往跑酷 这个思想是由什么支配的 是不是由蜘蛛侠引起的 在人的骨子里 是不是有一种 想拯救世界 想当超人的欲望心理 很多影视作品里 演的一些飞侠 飞来飞去 飞沿走壁 人看着特别羡慕 在年轻人的脑海里 就种下了这些东西 为什么能种这样的毒呢 这与人里面的喜好 追求有关系 人都想当英雄 想当超人 当有异能的人 所以心里就崇拜撒旦 你们说 正常人喜欢这些荒唐的东西吗 正常人有这些特异功能吗 肯定没有 这不都是人瞎编瞎想象出来的吗 如果真有这样的怪事 是不是被邪灵附体了 亚当夏娃那个时候 有没有跑酷的事 圣经里记载过跑酷的事吗 跑酷这是现代邪恶社会的产物 是撒旦迷惑人 败坏人的一种方式 撒旦利用年轻人喜欢诡异 喜欢刺激的这种心理 编造虚构演绎一些故事 就用这种方式 迷惑这些四六不懂的青少年 让人追求诡异的 刺激的 撒旦的那些异能 这是不是把人毒害了 这些东西一旦进到人的思想里 就成一种毒素了 这种毒素 只要你不识破它 你就不能完全放弃它 你就总受它的影响 受它搅扰 受它控制 那这种毒素 容不容易清除出去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有的人舍不得放下这些东西 他觉得这些东西挺好的 不算什么毒 有这样的思想 他就放不下 所以 为了避免陷入撒旦的试探 在你身量又小的时候 就得尽量远离那些 能腐蚀你心灵 能让你中毒的东西 因为现在你没有分辨 还挺轻狂发傻 你心理装备的正面东西太少 没有任何真理实际 用信神的话来说 你没有生命 没有身量 你只是有那么点愿望 愿意信神 觉得信神好 是走正路 做好人 但是琢磨琢磨 在外邦人中间 我也不是坏人呢 我喜欢跑酷 但我也没做什么坏事 我还是个好人 这样想合乎真理吗 你没做过坏事 难道你就没有败坏性情吗 你活在邪恶潮流里 足以说明 你的内心充满了邪恶的东西 你们说 环境对人的影响大不大 现在你在教会中尽本分 有这样的环境 每天和弟兄姊妹在一起 周围都是信神的人 你也踏踏实实地信神 如果把你一个人 放在外邦人中间 让你跟外邦人在一起 你心里还能有神吗 你如果接触他们 或者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你会不会跟他们一样 追随潮流 有的人会说 没事 有神看顾保守我 我走不上那条路 你敢下这个保证吗 只要你心里喜爱 追随这些东西 你就能任性地随从潮流 即使心里知道不对 也只是在心里随意说句 神啊 你饶恕我 这事我做错了 这样时间长了 你心里就没有责备 没有感觉了 琢磨琢磨 神到底在哪儿啊 我怎么没看见神呢 就这样常常怀疑神 原有的信心就一点一点消失了 等到心里完全否认神的时候 你就不想跟随神了 更不想尽本分的事了 还会后悔 为什么当初选择尽本分 为什么人这么容易就变了呢 其实 你不是那时候才变的 而是你本来就没有真理实际 外表看你是在信神尽本分 但你里面属世界 属撒旦的那些思想 观点 处事方式 败坏性情 还没有清除掉 你里面装的还都是属撒旦的东西 你还是凭那些东西活着 所以说 你的身量很小 你还在危险阶段 还不把握不安全 你有撒旦性情 就还会抵挡神 背叛神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你得认识到 那些属撒旦的邪恶的东西 都有哪些 它的危害是什么 撒旦为什么这么做 人接受了这些东西 会中哪些毒 人会变成什么样 神要求人做什么样的人 哪些是正常人性 哪些是正面的 哪些是反面的 你必须得有分辨 能看清楚才有路途 另外 在积极方面 你得主动地尽本分 献上你的真心 献上你的忠心 别偷奸耍滑 别用外邦人的看法 与撒旦哲学 来对待你的本分 对待神给你的托付 你应该多多吃喝神的话 寻求明白各方面真理 看清楚尽本分的意义 然后在尽本分中 实行进入各方面真理 逐步地达到认识神 认识神的做工 认识神的性情 这样 你里面的情形 不知不觉就变了 正面的东西多了 反面的东西少了 积极的东西多了 消极的东西少了 你的分辨能力 也比以前强了 当你的身量 长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对世界上的 各种人事物 就有分辨能力了 就能看透 问题的实质了 假如看一部 外邦的影片 你就能看出 人看完之后 能中哪些毒 撒旦借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潮流 要给人灌输什么 种下什么东西 要侵蚀人什么 你逐步就能看透了 你看了之后不中毒 还能对此有分辨 到那个时候 你才真有身量了 有些年轻人 看了一些超级英雄电影 魔幻电影后 就有一种愿望 希望自己也能像 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 拥有超凡的能力 这是不是就中毒了 你如果不看这些电影 能不能中那个毒呢 就不能了 我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活在 这个邪恶社会里 在你身量又小 没分辨的时候 你就能先入为主 把那些邪恶潮流的东西 当成正面的 当成很正常 很正当的 这就是撒旦 毒害人的一种方式 你们说 你们说 撒旦谐恶不谐恶 撒旦败坏人 真是多种方式啊 可以说 凡是看过 这类电影的人 都有这样的愿望 有一个小孩 看完魔幻电影后 没事就在院子里骑着扫帚飞 刚开始怎么飞也飞不起来 终于有一天真的飞起来了 它不是自己飞起来的 是一种外界的力量使它飞起来了 飞起来之后 它身不由己地发出跟电影里那个人一样怪异的叫声 这是一种灵进到它里面去了 骑扫帚这是人类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吗 骑马骑驴都行 为什么非得骑扫帚还要飞起来 这是可能的事吗 一看就不是正常人做的事 扫帚也飞不起来呀 只有借助邪灵才能飞起来 所以这是撒旦邪灵做的 撒旦邪灵尽做那些人意想不到的 诡异的荒唐的事 正常人不做的事 你们对撒旦所做的有没有点分辨呢 你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弃绝这些东西 没事的时候你们就反省反省自己 看看自己思想里还有哪些怪异的事 为什么你们的思想里怪异的东西多呢 因为你们这个年代的人中毒太多了 都想飞檐走壁 当蜘蛛侠蝙蝠侠成为高级动物 这不是正常人性该有的该具备的 不是正常人性需要的 你执意追求 执意下功夫去尝试去体验 就有可能招来邪灵做事 人一旦被邪灵附体就麻烦了 就被撒旦掳去了 你就危险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人就应该常常求告神 不要陷入试探 不要被撒旦迷惑 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在这个魔鬼 污鬼 群聚 横行的时代 能够祈求神的恩待 神的保守常常与你同在 让神看顾你 保守你 使你的心不远离神 争取能达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这条路对不对 你们愿不愿意走这条路啊 你们是愿意常常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 常常活在神的管教之下 还是愿意活在自己的自由世界之中呢 如果神管教你们 有时让你们肉体受点痛苦 你们愿不愿意 愿意 别看你们现在说愿意 事实临到的时候 可能就发怨言了 只是愿意受苦还不行 你得有心智往真理上钩 明白真理了才能站立得住 就怕年轻人不定性 不务正业 心里没正事 不愿读神的话 不愿往真理上钩 这就危险了 结局是死是活都不好说 现在有些年轻人听了几年道 开始对真理感兴趣了 听讲道时还愿意做笔记 有饥渴慕意的感觉 还能明白真理了 这就已经有根基了 只要真理在人心里扎下根基 这就保险多了 再不断地往真理上钩 保证能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实际 达到蒙拯救